海外游子,三五知己 细品人生见闻,畅聊潮流心知 老树邀您一起,自驾穿行 分享美食美景 共同记录这闪亮的日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的后备箱 该有的功能奔驰一定都会有的 所以拿脚踢一脚 后备箱自己就打开了 后备箱的空间呢 对我来说呢,不算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在这个级别的车来说 也算OK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平时打球比较多 所以我会放一个高尔夫球包在这里 我这里只有几根铁杆 不能完全反映后备箱的真实情况 如果我有一根一号木的话呢 这个球包在这样横着放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把球包整个这样竖着放起来呢 后备箱里边是很难融下一个完整的球包 除非你把一号木拿出来单独放 这个空间平时日常用是足足够用的 旅行的时候呢 放两个大的行李箱 加上两个小的托运的行李箱 也是勉强可以塞得下的 所以后备箱的空间只能讲够用 但不是那么的满意 那这个车的这个后备箱呢 如果要关门的话呢 实际上也不是一定需要按这个按钮 那么脚踢一下呢 它也会自动关门 只不过反应可能不是特别的灵敏 我们再来踢一脚看看 OK 那如果你买东西回来手上拎着东西 那么这个可以很方便的把后备箱关上 既然说到后面呢 我就想说一说这个车的尾部造型 这一代奔驰S-Class的尾部造型 我觉得要比 甚至比新一代的奔驰S-Class的尾部造型 还要漂亮 或者说还要经典 因为我不喜欢特别圆润的造型 我喜欢圆润中还要带一点线条 所以这个车就刚刚好做到了 圆润中还带一点线条 并且它后面下面突出的这一部分 让这个车的车身显得更加的优雅 它这个车实际上是有四根排气管 两根两根一组 那这个排气管实际上隐藏在这个 镀铬的这个装饰的这个排气桶里面的 奔驰这个车本身其实无关声浪 但是呢既然它是V8的发动机 其实不得也应该说一说 这个车本身发动机发出的声浪 因为车的声浪取决于发动机的刚速 取决于中段取决于尾段 总体来说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喜欢 它这个比较深沉比较低沉而有力的声音的 当然这个声音一定是好听过 四缸六缸的发动机 奔驰的这个尾灯它的设置呢 这个三条尾灯 以及下面的这个倒车灯的设置放在一起呢 它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圆形的车灯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整个长条的车灯来说 我认为给我的感觉是更加好一点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一代的奔驰S-Class尾部的造型 我觉得相对于我的这个前面一代来说呢 新一代的造型圆润有余线条不足 给人的视觉感受还是有点太软太 soft 那么中尾部来到车身的侧面呢 我的这一款车呢并不是长轴距的 是普通的短轴距的S-Class 当时买的时候呢也有长轴距版可以选 但我们家里人呢我就算是身高最高的了 其他的人坐在后排呢都觉得长轴距的空间呢 他们的脚已经是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短轴距的对他们来说已经足足够用了 所以本着省钱够用的原则我选了短轴距的 那即使是短轴距的 其实这个奔驰的车长还是有5米的车长 所以整个车身的这个腰线看起来还是挺优雅的 我当时去开着这个车去看我的那个新买的MDX MDX作为一个7座的SUV 它跟这个车并排摆在一起的时候 乍一看你会以为MDX更长 但我们站到侧面一比较我发现 原来奔驰的车长竟然长过这辆7座的这个欧格MDX 那来到车的前面呢 这个车的车头的头灯呢 相比最新一代的来说呢 我觉得没有最新一代的更加漂亮 最新一代的呢 它的头灯的线条的选择比这个还要更加漂亮一些 但这个我认为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如果大家有选装头灯的选件 或者麦巴赫版的奔驰的话 它的头灯有湿滑洛士奇的水晶版的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确实银子有多的话 你滑在上面 我认为也未尝不可 确实很漂亮很出彩 除此以外 我是挺喜欢奔驰的这个前置摄像头的S-Class这个设置 这个摄像头是隐藏在这个雷达盖板底下的 所以只要需要使用的时候它会翻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前方的路面 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它盖起来以后 你不需要去清洁它 所以前置摄像头永远都是保持清洁的状态 这个是我认为在使用上是比较实用的一个设置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pop the hood 我们来打开发动机前仓 看一看它的这个V8的发动机 当然发动机盖一定是液压助力的 这款车它带的是一个4.7升的V8双涡轮增压的一个发动机 马力上应该是有449匹马力的输出 扭矩上大概在516磅的torque 它的这个扭矩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带着这样的一个自重超过两吨的车 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4.7秒左右 应该说也算是不错的表现了 因为毕竟车很重 另外这辆车真的是并不是关于它能跑多快加速有多快 还主要是关于一个它的乘坐的舒适性 以及它的驾驶的平顺性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的配置呢 配上一个7速的变速箱 保养的费用对我来说我觉得还算合理 如果是A宝简单的保养的话 换机油换滤清器 差不多在加拿那四五百块钱左右吧 在奔驰做 如果是B宝呢 就涉及到轮胎调换啊 刹车片啊 这个就要看具体B宝里面做的一些什么 那么每一次可能要在1000多加币到2000加币左右的样子 这是保养的成本 那这个发动机它本身的油耗呢 并不是非常的省油 可以也不是非常的耗油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 这个车的发动机它在市区的油耗和在高速的油耗的差距 非常非常的大 我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呢 甚至跑过百公里油耗在6.7升不到7升的样子 可是在市区里边呢 我能跑出百公里14升左右的油耗 平均来说应该是在百公里11升油耗左右 当然它是加91号 在加拿大要加91号的汽油 加一次油按照现在的油价呢 大概要去到130块钱加币左右 应该讲还是不便宜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两次哥肉的经历 首先大家看到了这个车的前挡轮玻璃 这块玻璃呢 并不是这辆车的第一块玻璃 第二块车玻璃 之前的那一块呢 这个在路上被石头打碎以后就逐渐的开裂 没有办法能更换新的 我有我在买保险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买汽车的玻璃写 但是呢 当我把车送到这个修玻璃的地方去修的时候呢 因为这辆车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配备了非常多的摄像头 改映器 用来做驾驶辅助以及鱼刮改映各种功能 所以呢 车行那边呢 说这个车呢 只能更换原厂玻璃 而保险公司呢 它只可以帮我赔副厂玻璃的钱 它不可以帮我更换原厂玻璃 最后变成整块玻璃要我自己掏钱 这块玻璃呢 换掉以后 花了3000多加币的样子 而且还是给我挡得去了 另外呢 这个车呢 我在开的时候呢 因为我驾驶技术有限 经常会称到这个马路边的这个马路牙走 所以呢 这个马路边称完以后呢 有一个轮毂有一次撞的被能中 所以轮毂已经弯掉了 调了 我开去奔驰那边有换一个新的这个BMG版的轮毂 一个轮毂差不多要花掉2000加币的轮毂 所以一块玻璃加一个轮毂 但是两次更换 总共花掉我差不多5000块钱 应该是 真的是比较肉质的样子 这个奔驰的这个车飘 当然没有老史莱斯的 人家那么高级 这个手里扎自动就藏起来 但是我才发现这个东西是被动的 但至于它动的意义何在 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